上个周日是澳洲的父亲节 所以匆匆忙忙冲到渔室买了点东西 所以也匆匆忙忙拍了几个镜头 匆匆忙忙是因为心有余悸 虽然悉尼的渔室是没有听说出什么状况了 但还是觉得不宜久留 尤其是在室内卖海鲜的部分 匆匆忙忙冲进去买了赶紧出来 湖外倒还稍微驻足多看了几眼 九月是澳洲的初春春天的第一个月 不冷不热风和日丽 非常的舒服 大约是因为总是有很多食物在这里 天上有飞鸟 桥下还发现一只老鼠 这个鱼是已经很老旧了 一直听说要拆了重建 但是就一直只听见楼梯响 没见到有人下来 到现在也还在用着 那估计疫情一打扰 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动工了吧 对面的这个拉索桥 也是悉尼的一个跨海大桥 从旅游的角度看 它是没有歌剧院附近的那个海港大桥更有名 但是从交通的角度看 它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跨海大桥 于是原本就是卖海鲜的一个市场 那后来也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当然那应该是今年以前的事情 今年以来估计游人就大减了吧 它应该就更主要的回归到它原本的用途 就是鱼市场海鲜市场 当然兼顾旅游地点的时候 它的市场功能也并没有丧失 只是说那时候人来的比较多 比较拥挤 现在人就少多了 这位刷牡蜜的小哥 还是在这儿兢兢业业地洗刷着牡蜜 这部分就是室内了 所以这是看得最匆忙的地方 快速地买了点东西就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